下面请您吸引一场项目树梅艺儿园 关九海张潇白 感谢您各位的掌心努力 这场又轮到我们哥儿了 话我们俩人家 有认识就不认识的 哎呀 这是我的搭档 叫张潇白 哎呀 我妈 那么好 谢谢 喜欢你的人不少啊 哎呀没有 我是他的搭档 对 我尽管 名九海 自萌萌到好华锤 啊好 好 这个 上班的时间哈 咱们来这很多好朋友听象 特别的不容易 我觉得 大家上班 咱们 这算上班了 所以 但是咱们在上班的时候 能够特别带来欢乐 我觉得这个工作干的特别值 哦 对吗小白 对对对对 没毛病 没毛病吗 没问题 因为我觉得啊 如果能拿一份工作当中一种爱好的话 你能在这个工作当中发挥娱乐 发挥娱乐 那是退休以后 哈哈哈哈哈哈 我的意思你没明白 发挥娱乐呢就是希望在一份工作里面呢 把它做到最好 付出最大的努力 那也不能用发挥娱乐 他应该怎么说呢 发挥自己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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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你就是奥利街 哈哈哈哈哈哈 其实也算是娱乐 为什么 你像我们俩人来做 他嘴这个硬啊 哎呀 你死了嘴得更硬 我跟你说 哈哈哈哈 拿我们俩人来做啊 年龄都不下了 嗯 那都是 大力靠的相声演员 哎 尤其像我们这份工作 光一个人努力还不管用 哦 你必须得两个人架一块一起努力才行 我一块努力 那因为我们这是你看 对口相声 嗯 有人说了这个 当然我师傅在台上一个人也平常说单口相声 或者说评书都有过 这是一个人的表演 嗯 但是如果想把一段相声说好 我认为得两个人一起努力 哦那是 咱们两个人也一样 哦一块努力 必须得努力 我平时没事 我们不是说台上 对对对 说两个小笑话 这送您各位开心 不过是 台下经常的打磨 打磨怎么打磨 打磨怎么打磨 一做品方面的打磨 二是两个人的关系 哦 我觉得咱们两个人啊 做品方面还可以 但是这个关系啊 我们得带着我们的近义 你不能说你在家忙你的 我在家忙我的 这不行 咱俩得见面才得多对 哈哈 那怎么出差都能见着了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一件呢 我我外出差 为什么 因为我们出差 您都知道这个集体生活呀 对于我这种精致的男孩 哎呦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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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谁 这个有点金色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一跳这是谁乐呢 嗯 我跟你说小鬼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个太好了 这 就是我是一个 这肯定是做有鬼见天 哈哈哈 这我是一个比较精致的男孩 能看得出来啊 跟那帮称联系在一起 哈哈哈哈 那真不行 那有时候你看比如小白 我经常说他 嗯 我对他很挑剔 因为这是我的大胆 对 你比如出差的时候经常 你比如集体生活吗 嗯 那肯定是两个人一屋 然后住一个屋 然后仨人 四个人一屋 对 是不是啊 甚至还有个四五个人住一厕所里 哈哈哈哈哈哈 太惨了 有的肠胃不好啊 那是四五个人用一个厕所 哎呦不止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说呢 这种生活对于我来说 我对他就比较挑剔 比如说 出门我说小白 你看啊 现在有女朋友是喷点香水 哎 小白原来没有这种习惯 嗯 现在慢慢的这 原来陈松已久的香水都打开了 哈哈哈哈 哎 都是从师哥那抛出来 哎对 比如八二年的拉肥啊 哈哈 和八二年雪碧 对 七二年的醒目啊 什么的 好啊 都拿来就从身上喷 啊 有时候我对他说 我说你脸上摸点擦脸油 哎 头发倒是倒是 小白我说你管我干嘛呀 嗯 所以说你说有时候你说 俩人说住一块了吧 哎 在这方面又有分歧了 又摩擦 当然呢 在北京的好一点点呢 怎么呢 他在他们家呢 我再往家 还是不见面包 我说这俩人打一电话呀 哈哈 俩人打一电话 小白你再加吗再加 走嘞 一会儿我找你去 不是找你去了吗 哦 对吧 就是想找我去 对呀 但是一直我问他 家里住哪儿 没跟我说 到现在为止 我们俩这个微信好友啊 是看心情 互相夹出来 哈哈哈 两个都没夹出来 那俩的交流方式 漂流平 哈哈哈 摇着就摇着 哈哈哈 对吧 所以说呢 你在哪儿你得告诉我 哥哥好 一会儿咱们做什么的 我告诉过你 你走心吗 你往心里去过吗 废话 您应搬家 我哪儿这样住哪儿 谁应搬家 这野狗似的 这今天就这样 哈哈哈 你才住这野鸭子呢 哈哈哈 哎呀 那我有固定的这个 就河里头 哈哈哈 你搞什么不一定啊 你管着吗 你顺着我往下走啊 大人像东流啊 是啊 还扎河里面 弄鱼吃 你管着吗 你管着野狗似的 没搬过家呢 你就压根里 就是不想去 你大心里边 你这晚上回家去 你真没搬过家 没搬过 我记得谁也在和他 后面又要跟我 你看 后面有人挑过咱俩 怎么挑过咱俩 他说你搬家了 多孙的你说 你信他也好吗 你别问我呀 不是他 不是一个人 是他们都跟我说你搬家了 他们 他们是谁 你告诉我 就是后台那些人 包括今主持人还说的 哈哈哈 真的主持人也说 主持人我都不知道他叫什么 你知道 哈哈哈 他说得着我吗 他说人是男师弟龙子 说你不是咱叫什么 那龙子你不是认识 哈哈哈 哈哈哈 不认识 你这么说的太究竟 因为龙子嘛 哈哈哈 哈哈哈 对吧 那咱不听他们的呢 那我说你 您现在住哪啊 现在是一直住这 一直住哪啊 一直住住这 哈哈哈 一直住我说要说的这个地儿 即将要说的这个地儿 哎呦我的天哪 我这我这是一个小罐口 我这是一个定理情绪 哈哈哈 那我就问问您吧 您现在住哪呢 哦我现在住车站路 车站路 嗯 真假的 真的 谁呀 我 哈哈哈 哈哈哈 这不巧了吗 这不是 这不巧了吗 我也住车站路啊 哦您也住车站路 对啊 哦那我可没瞧见过你 哎呀您出去的早 我回来的晚咱俩不得再见了 哎呦 您住车站路几号啊 我住六号 谁呀 哈哈哈 这不巧了吗 这不是 怎么了 这不巧了吗 这不是啊 我也住六号啊 您也住六号吗 哎呀 您瞧见过您啊 您出去的早 我回来的晚 咱俩不得再见了 咱俩这个作息时间太狠样了 哈哈哈 您不六号 是南房还是北房 我这个北房第三间呢 谁呀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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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巧了吗 什么事啊 啊 我也住在这个北房 第三间呀 嗯 您也住北房第三间 No.3 哈哈哈 哈哈哈 No.3 对不对啊 嗯 嗯 我怎么没瞧见过您啊 您出去的早 我回来的晚咱俩不得再见了 哎呦 我可能也是大姨一样 对 您住这个北房第三间 是睡床呀 还是睡床 哦我在屋里爬到一会儿 我要看 谁呀 哈哈哈 这不巧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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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也睡在那个火炕上 哈哈哈 你也睡在那个火炕上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那我怎么没瞧见过您啊 哈哈哈 您出去的早 我回来的晚咱俩不得再见了 我可能也是大姨一样 哈哈哈 哈哈哈 您睡这个火炕上 啊 铺一什么盖一什么 我铺一个蓝路子盖一个红背 谁呀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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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铺一个人都说了哈哈哈 铺铺都跟你说了哈哈哈 哈哈哈 这不巧了吗 哈哈哈 这不巧了吗 啊 你铺什么来着 哈哈哈 铺一蓝路子盖一个红背 对呀我也铺一蓝路子盖一个红背 我呀 你看蓝路子盖一个红背 哈哈哈 我是不是有点太大一样了哈哈哈 哈哈哈 您要是跟谁睡呀 我跟我媳妇睡呀 这不是假的吗 这不是 哈哈哈 哈哈哈 就没得占个便宜是不是 你听我干什么 废话 你听我干什么 过来 脑瓜不灵光 什么叫脑瓜不灵光啊 嗯 那我问问你 你问问 你住哪呢 流浪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你说到最后 他是那野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当野狗就是流浪 你是被那野狗追着走的那个 哈哈哈 去你的 我抢他神的是怎么样 哈哈哈 就是 野狗撵着你跑 狗撵鸭子呱呱呱叫 哈哈哈 哪有那么多成语 不能流浪 不能流浪啊 这有准地方 嗯 流浪我都小心点车怼死你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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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哈哈哈哈哈 哈 都没大脸 手带上动作 吓死我了 一会我那七笑都流血了 灵魂出笑 这哪七笑 七笑怎么不知道 杜县是第一个 你真照顾点 先说住哪 那你住哪 咱别照着真儿把你说下来 对 你说清楚了 一对话你那具体的门排好说清楚 他反正就饶你去 我住在那个厕所 男厕所女厕所 男厕所是本来要住的地方 女厕所是梦想 从来这个梦想 但是一直没有实现 住厕所不像画 厕所不像画是吗 准地方 准地方我住在 神里 年纪年纪年纪 要不这狗黏着我走 真的是 缅着你走 还别再黏着你 我就太恶心了 真讨厌 真讨厌 你还不开 说住哪 老不点 老不点 什么啥 老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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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人老不点 不知道我跟你说清楚 就是 老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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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鲁 老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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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鲁 老不准 ti 老鼻子 老不称 老不いる 老不点 老不 tern 老鲁 废话 你把人弄死你 哈哈哈哈 哎呦 那一次你直接送全聚德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孩子不是自己 活鸭子 你甭管 不行 哦 自己没活哈 自己没活 嗯 去吃饭你去 哈哈哈哈 饿的那个也是你对不对 不管他 问我 不要受常外因素的干扰 哈哈 问为什么没有见过我 好好好 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您出去找我回来吧 咱不得拜见 哦 那您做完个点几套啊 我是6号 这不巧啊 这不巧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问你 那你快点问呀 不要抢词 这谁说前头是谁的 谁说前头是谁的 对 好 哈哈哈哈 去你的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回来 主持人你看我没有主持人是龙子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都喊去你的吧 还没动我呢 哈哈哈哈 回话没到点了呢 好吧你也忙不得住几号 我呀 我住在半号 半号 半号 之前是一号 往前两天不下雨吗 七月份人在这下大雨 啪 劈掉了一半吧 哈哈 那雷没劈准呢 哈哈哈哈 那雷批哪啊 批你 哈哈哈哈 我闪着看我怎么才不 哈哈哈哈 你猜他会比较闪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闪着头有啥怪 哈哈哈哈 你说有病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干了什么费心事 被那张雷批的我 豆跟豆应该爱雷批 哈哈哈哈哈哈 这是人家最大的费心事 你批你 平什么呀 还半号 我以为你们座所是一号 你那半号就是你男厕所呢 哈哈哈哈 行行行 住抬杠的就住一号 住一号 对 说准了 准了 谁 我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啊 我也住这一号 那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您出去找我回来吧 我们不得外界吧 你看看 这个住一号 您住南方入北方了 我住在这个北方 靠南方 他是北方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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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走出了冬队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不行没有 这不给人家讲说两句 就是小孩空着去喝酒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肯定是喝大楼 谁喝大楼 56呢 正常小孩都这么旺吗 不 哈哈哈 正常人谁住北方靠南方 你告诉我 你们家住烟通里边是吧 哈哈哈 北京很少有烟通 你干什么 嗯 你们家北方靠南方 对 我就乐意这么住 就乐意这么住 好 行啊 这么巧了吗 这不是 我也住这个北方靠南方 哦 那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您出去找我回来吧 那不能拜见啊 哦 哎 您住这个北方靠 你们这屋里都是 是睡床的 还有你看 我呀 在这个西东斯床垫上 盘了一个火炕 火炕上面我架了一个单人床 给我们什么 怎么着 哈哈哈 我有跟他一样的疾问 怎么了 她刚才说 你上去就转了 哈哈哈 哈哈 我上床之前啊 你再有一个跳 跳碗 我的一凤 就唱 噗 噗 迪卡龙买的蹦床 哈哈哈 我还是建议你安一个梯子 哈哈哈 意思是不好 买了像五金店 我没找过五金店 我们家门口就有迪卡龙 一看农也有那种软踢 户外的那种软踢 不要挂在上面 我就乐意蹦 我们长高高 那你蹦得有点瓦的 二三还算一算 我们今天刚十七 你应该从你爷爷那辈子开始蹦 好好好 咱们等着 你猛自闯点盘里 火炕 火炕上面又架了一个 单人庄 对 我也去这儿 哈哈哈哈 我也去这儿 巧了吗 这不是 哈哈哈哈 你遛我呢 不是啊 对 哦 那我怎么没见过你 您出去早 我回来晚 能不能拜街吗 那因为你是蹦上去的 我是爬梯子上去的 哦 我没毛病 啊 那床上 您铺什么盖什么呀 我铺一个塑料布 盖一个麻袋片 整一个夜壶 哈哈哈哈哈哈 现在再用这个有机肥料 就来不及了 知道吗 什么意思 你整个夜壶 不是为了喝着方便吗 我看你老啼子 你看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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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让他说了 漏水没有这样的 给他一麦 你又怎么走了 好走 得了 没事 没闹没事 你给他扔台上来啊 哈哈哈哈 这玩意都得从小朋友 二门 哎呀 真没事 你钱不是白花了吗 哈哈哈哈 下回的 啊 哎呦 你给我一碗原来都呗 哈哈哈哈哈哈哈 这是叫 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小孩走了 现在就是你的了 哈哈哈哈 能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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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一款 活马出什么了吧 我 你回一段 那我怎么没见过您 您出去一早 我回来了 那不能拜见 你看这最后最关键的事 啊 你跟谁睡啊 我跟你媳妇睡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干什么又推我 我怪死你 小孩都走了 小孩从那边走的 废话 你过来 你给我推那边去 来我来去跟我去 不是也是吗 哈哈哈哈 哎 后来 你们看到吗 不识斗上脸了 什么叫不识斗 小白我上来呀 说两个小包 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为什么 考验一下你的幽默细宝 还考验一下我的幽默细宝 对了 因为什么呢 最近这个 就是前两天 前两天师傅 托经纪人那边给我打了电话 给我接了一个这个眼花剧 师傅 师傅没有你的微信 哈哈哈哈 还有你没有师傅的微信 哎 那我问你 现在演出 咱们安排演出 是不是都是师傅 跟鸾哥说 鸾哥安排演出 那你要这样说的话 那师傅让鸾哥架空了 哈哈哈哈 没有架空了 那话什么时候 你通过鸾哥是怎样 你的生业安排 是不是鸾哥准备的 是不是让鸾哥拉的群 不 谁呀 我能有生业 那都是师傅赏饭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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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得知道 你得知道 你的饭饭是谁给的 哈哈哈 知道你吃的是谁家的饭 你就念鸾哥的行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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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顶多你就是他的狗腿呢 哈哈哈 鸭腿 鸭腿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咖啡是鸭腿的鸭腿 那鸭腿不就是那样 哈哈哈 邏輯要清晰 我的意思是 像狗腿了是一个鸭腿 人家是鸭腿的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生气 哈哈哈哈 我是一个精致的男 精致的男生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嘴都吃了 这个话 不生气生气会让你皮肤不好 哎呦 你先接电话应该怎么办 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今天全是打交我的 有一个鬼笑 还有小孩 有一个妈 哈哈哈 都会不动这样的啊 啊 那个 咱今天跟服务员说一下 那刚才家长的孩子 这刚听了半程度多了 怎么着 到底这这个半场啊 哈哈哈哈 人家出一半钱 把钱给大家分 哈哈哈哈 人前面听了无产了 是吗 这孩子听的 会被跟在这走办 哈哈哈 前面都多好啊 前面大伙都 都不乐 都安静静的心 那孩子也都闹了 哈哈哈哈 哎呀 闹完了 哦 哦 是这么回事啊 是这么回事吗 闹完了 哎呀 都这么回事啊 小方 我们今天想点事啊 哈哈哈 给大家你们睡觉 我是说呀 所有的工作都得先师傅 有计划 有安排 然后分付手术 底下的人来做这些事 这没毛病啊 你比如说主办方啊 说今天我比如说 接了十个演出 嗯 那也是师傅说了 我安排谁谁谁谁去 嗯 底下的人再说 走了 让他就让他去 他底下的这些人 跟主板方去对接 这没毛病 我那是没毛病 我就是接到师傅手底的人 又会打电话 师傅手底 哈哈哈哈哈哈 家族内部人员不方便 我还告诉我 我说接到安迪电话了 你信吗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安迪是我是小儿子 哈哈 安迪可能是问题 哈哈 九海哥哥 二加二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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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给我写作业呢 我的天哪 哪家里那么多人 你有一个知道 二加二的 哈哈哈哈 他们家什么学历 你知道吗 哈哈哈哈哈哈 什么学历二加二 还是知道的啊 好 二加二等于六 哈哈 哎呦 哎呦 哈哈哈哈 闪到你们腰子 哈哈哈哈 你别说 哈哈哈哈 本来你身上 我这个阳气就少 哈哈哈哈 你说我这很快放了 接到一个电话 接电话说什么呢 就是说是安排一个这个话剧 让咱俩俩 安排一个什么意思 话剧 哈哈哈 话剧 对 所以说得我考验一下 你的幽默细胞啊 话剧跟幽默有什么关系 当然了 话剧也得搞笑啊 这回你看为什么 窝头会馆 人人演的挺好的 师傅没事非给人打乱去 哈哈哈哈哈哈 怎么多录下来啊 哈哈哈哈 是不是 别人不多录 这个话题 我就不参与讨论了 哈哈哈哈 现在是你的独白时间 哈哈哈 来吧 独白 我就说这一件事 你看师傅最近 我们这你看 我们德权寿啊 跨了两个行业 第一个师傅现在叫京剧 还有一个就是现在话剧 哦 京剧跟话剧 京剧我们没有天赋 你比如说现在 呃 陶阳陶老板 嗯 人家已经站了 半壁天下了 是吧 半壁天下 哈哈哈哈 半壁天下了 半壁天下了 小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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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电话告诉你 问你二家人都多余 哈哈哈哈哈哈 他已经上了 好 我们在进进步 绝对我们不会从小唱的 对 但是你说从事这个演出行业 嗯 我们也有十多年的时间了 马上十年多了 对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这个 演个滑剧什么的还是没问题的 尤其师傅也看得到 最近九海吧 嗯 我算是德云社一个 冉冉生气的新星 呦呦 阿姨你能先别唱唱歌吗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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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接一电话 您就在这接我跟他聊 哈哈哈哈 我看谁给你打电话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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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说人少人少的好玩人主啊 而且阿姨接着反乍APP的电话 哈哈哈 你是在听关锈海 哈哈哈 台上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假的 哈哈哈哈 对 包括他说他自己是个男的 哈哈哈哈 你真够孙子呢 阿姨阿姨 管人呀管人你就说你了 我说我的 好我觉得我建议大家现在啊 咱们丙度呼吸闭起眼睛咱们把阿姨回来 哈哈哈哈 还得闭起眼睛你那边都捡包去 嗯 我们来一个新银子交流 哈哈哈哈 是不是那么不得得交呢 我跟你说接了一个花季的活 我这个考验看优惑 我觉得我还挺拥过的 哈哈哈哈 你知道吗 对 咱们在这说相当 你说一年拿到我的工资 也就是这88千的 太太便宜了 哈哈哈哈 真的 你就打甭住了 嗯 说相当一月给你2万块钱 嗯 打得了吗 哈哈 我的梦想 啊 你就咱打2万块钱 嗯 一年12个月 干四年你这24万 你不吃不喝了 你跑去吃喝以后 你还得付20多万 付20多万 还得付20多万 付40万 你高兴买一辆车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我付一个300万好不好 哈哈哈哈 买一房 你也付一千万跟我都没关系 就是告诉你说像是挣不着多少钱 不是跟我付 我付一千万跟你怎么没关系啊 为什么呀 处债得准备 对 哈哈哈哈哈哈 你知道这回这个话剧师傅这边跟我谈 只要咱俩签上字给多少钱吗 多少钱 巡演 就是光是光是啊 嗯 全国的巡演现在目前定的这几线城市 咱们先别提啊 因为我不能提前把我们这个商演行程说出来 差不多一共有六场 好久了 北京 北京 上海 重庆了 咱俩 大概是六场 还多少啊 十 一场 嗯 吃饭 好玩哦 一场 这可是咱俩的啊 这不算工作人员的 就咱俩头等舱去 头等舱回 总统套房 吃喝都有 别闹我不管 咱俩是一人一屋不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是一人一屋 不是套房你住里家我是外面啊 哈哈哈哈 我能让你睡沙发上吗 嗯 我能让你去用那客位吗 哈哈哈哈 对不对 什么孙子你都干嘛 哈哈哈哈 都已经谈好了 我做独主套房 你在外面守门 哈哈哈哈哈哈 是 排球也没有守门 不是啊 咱俩啊 一共六十万啊 一共六十万 六厂你算的都是 六厂是一共六十万 还是每厂 咱俩分这六十万啊 咱俩 咱俩才分六十万 哎哟喂 刀切炸 我给你三十块钱还稳着啊 三十块钱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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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你是你是你是在全局得干 你你比那个酒店那宝洁这么多 刀切炸 嗯 六十万你给我三十块钱 去不去 你跑这儿骗片的 哈哈哈哈 你干什么呀 一百个妈片片片片 又带皮又带肉 哈哈哈哈 那皮得蘸着糖尸啊 糟糕 别热了自己热了 但当鬼呗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犹多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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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万给你三十 三十什么 三十万呀 三十万呀 三十万人民币 一场我能挣三十万人民币 当然了咱俩一起演呀 我我我我差 我差这钱吗 我差这钱吗 哎呦 你不怕 急点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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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百六十万 咱俩一人一一百八 嗯 嗯 没一百八十万你拿一百八 哈哈哈 我拿一百八十万钱 哈哈哈 一百八十万能一 哈哈哈 哈哈哈 能一 我我我我我 哈哈 二十二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婚子六十万我拿一百八十万 嗯 你拿一百八那一百八十万点一百八 一百八十万点 哈哈哈 等于一万七千 一万 一万 十七万 十七 十七 呃一百七十 你妈妈呀 哈哈哈哈 哈哈 你那算没多少 一百一百七十万九千 九千 哈哈哈 主持人家听见了吗 哈哈哈哈 再算一下啊 一百八 一百七十九万 一百七对一百七 一百七十九万八千 八百 一百七十九万 一千 八百二十 哈哈哈 哎 要我再重复一件 都重复不下来啊 哈哈哈 好 没问题 你这部长跟马杰没这个级别 哈哈哈 大家就这个钱 明白了吧 不用部长了 别马杰了啊 你还等我 你算完这个钱算的是什么 就是这个钱哪去了 我给你一百八 那这这十七万多哪 十七万多哪 十七万哪去了 哈哈哈 你说清楚了你给我多少 一百八 你跟我去啊 咱俩把这拿下来 可以 这趟活六场 咱俩都演得不挺好的吗 刚才跟各位我台上都两个小包包 就是看看你们幽默细胞 你要是颜色都不值得 那演化就咱都办上了 你怎么演啊 对不对啊 对不对啊 上来那上来就是人物 我们这上来给您介绍 哎我们关牛海 哎但是您看我是一个研究科学的 我们是有这方面的东西 那个是直接就是办上 比如说你演一死人 是吧 咱俩就演了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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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妈呀 哈哈哈 哈哈哈 我说好比 你听不见好比跟他没听见呀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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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哈哈哈 那我多放几个要把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比啊啊啊啊 好比就是你咱俩都办上了 嗯 哎办上你你我演一公主啊 嗯 嗯 我演一公主 哎你是我40年后的四生子 哈哈哈 你演一这个 40年后的四生子 对 哈哈哈 那我得跟他学会怎么乐 哈哈哈 你上台先你先演一个细胞 哈哈哈 你上台先演细胞 你都这个意思 植物细胞动物细胞 这还有什么区别的 你也不知道 西方没有细胞 哈哈哈 我跟你这么说 哈哈哈 哈哈哈 你别聊了 哈哈哈哈 不是人家在认识回答我的问题 就用他乐的爱一个的活动 哈哈哈 植物细胞有细胞 对吧 所以说先看你有没有这种优惑的细胞 你要觉得你有 觉得没问题 你想我都演一个细胞了 哈哈哈 还得是优惑的细胞 哈哈哈 对了 哈哈哈 你要有这方面的想法啊 接着咱们在这排练排练 可以了 让各位当个见证人咱们排练 没问题 有题目 啊什么题目 树梅影 哈哈哈 哈哈哈 树梅影啊演这个节目啊 就是一个董天的故事 那什么叫董天的故事啊 尿的呀 哈哈哈 不是你管 哈哈哈 这个题目就叫树梅影 人家这是有剧情有故事内容的 先开始让从LED屏幕上 先让各位看一下这个故事的发展 然后咱们两个人上来还原这个剧情 还得 还得 你学不学吧 挣不挣这钱吧 一百八十万你不要了 挣 挣 谁谁都都挣那个钱 他他们 我自己都 对 你说这点很好 他能没你学历高 也没有你的这个悟性快 明白了吗 嗯嗯 我就交给你 但是我怎么学来的我怎么交给你 好不好 可以 行不行 没有问题 你怎么学来的 我是给别人当儿子学来的 哈哈哈 开始吧 我给你讲出一下这个剧情 当时这个 别讲了别讲了 不要听了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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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现在等会儿 我是不是 我是不是听一句就得给你当儿子 哈哈哈 给你当一辈子儿子 你等会儿 嗯 前一句我不管啊 嗯 你刚才说最后一句说什么 给你当一辈子儿子 你疯了不这样刚才 哈哈哈 你疯了 你做梦的在台上 哈哈哈 你给我当一辈子儿子 是 你有我这遗传基因吗 哎呦 我儿子那角质都比你好看 哈哈哈 哈哈哈 我儿子三岁就比你高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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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老师身高干嘛呀 你老师打枪干嘛呀 哈哈哈 哦 都不能提了 台上都不会提了 咱们咱们咱们 咱们咱们终于这个直伤来就 哈哈哈 哈哈哈 你自己的弱点 太多新鲜呀 我就跟你说 嗯 不是当一辈子儿子 就台上 咱俩一进入人物的时候 就是这样 办上以后上台 就是这个人物 下了台 你走你的我走我的 拿着你的钱 该走走你的 你要感谢我 每年你上人家送个礼物去 交代我谢谢你 是这份情 哎呦 你不你不送礼物 我绝对不念你 不不说你哎 你让他爱都不过 你都不在看我的 我绝对不埋怨你 哦不说这个 就真这么说吧啊 比如说有这么一天 咱俩走的一个死胡同里边 嗯 脸对脸的你死胡 你实在默默开面 嗯 你问我一句 啊 爸爸你干嘛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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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 你找别人呀 谁想没别人呀 就说了你实在是这么说一句 我答应了 咱俩也是在那个人物里 哦 而不是私下 关锈海和张潇白两个人 有伦理性的关系 没有了 没有知道的 绝对没有啊 不不带知道的 当然了 就是下下的台咱俩 谁也不认识谁 微信扇了就靠平容平摇摇 哈哈哈 你拿着钱走你的 好 你念我的好 我谢谢你 你不念我的好 这是你的本分 你念好是情分 你放心 哈哈哈 嘘情的哈哈哈哈 我让主持人动 不不不不 我这怎么这样呢 是有这个跟你开端正 你刚才讨厌我这个幽默细胞的包了 你也讨厌我了 不事 诶互义互相讨厌挺好的挺好的 这不错了 咱们我用说什么 好ored屏幕已出来以后呢 先给你讲出一个故事 有一对负子在这个地头上旁地 躺着躺着地呢 这个儿子就发现 到床有什么一棵树 这棵树啊 光有树干 没有树叶 不明白怎么回事 这时候他一脸茫然 于是呢 就问他的父亲 这个爸爸的角色 是一个老学究 在这个植物学方面 非常的有研究 就告诉这个儿子 这棵树怎么养肃 并成态度的防治 这个儿子恍然大悟 两个人继续在地头躺地 就这么一个长梁 这个明白了吗 明白了 咱俩就来这个 好不好 咱俩一起学这个 把这扇子拿起来 这就好比地头上 躺地那个橱头 这是橱头了 我这是橱头 你那是耙子 我这是耙子 你那是耙子 行 没问题 好不好 后边再跟鱼沙之地 来一个铲子 没有铲子的事 这就是那橱头 好不好 咱们正式开始了 老老年间 书画都是怯声怯味的 有音呗 这是人家这个话剧的安排度 我觉得特别好 因为咱的相声里面 你看 也有这个导孔的节目 是 没毛病吗 没毛病 你叫我这方便的天赋 行 好不好 好 来我开始了 最高的房地 一个爸爸带着一个儿子 哈哈哈哈 理解了 可以 太多了 儿子不是很聪明 爸爸是老学丘 不明白了吗 不明白 想我请教 有点不符合咱俩人物 哈哈哈哈 伴上没说伴上 好好好 台底下你聪明 行 行 伴上我 你大学生 我没上了大学 我都放弄你 但是我能跳三点跳出来 正 我不是很聪明的样 哈哈哈哈哈 话剧话剧 那伴下 现在没伴上 能不能排练吗 什么 哈哈哈 这没有一层性 我也得穿啊 哈哈哈 正常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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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乎 有啥 哈哈哈哈 哎 我看 你看 一逗疯 他幽默其包就来了 先往那边开始了 撒 他也是粉色 嗯 笑 甭去了 不不不不 我说 我也是粉色 你怎么 你耳 哎呀 耳朵里面 在身边毛的 你是这样 哈哈哈哈 还骂你爸爸 不去 哈哈哈哈 哎 有点当儿子的样 我怎么你呀 哈哈哈哈 今天 天啊 啊 没有 三 二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个这个 为何要嘲笑你的爸爸 哈哈 是不是 真的那句话 这个怯ord 不是说了吗 老老年间 咱们别把也整个二 老老年间的事啊 好,就是这口音是不是? 对,今天没有事,今天没有事 想不明白了 懂了 跟着我学就完事了 好的 今天没有事有 这都是小声技巧 今天没有事有 你先等我,你先放下 干嘛 我没事 你也没事 闲着呢 闲着啊 闲着啊 那地谁弄去啊 什么意思呢 我唱 这第一句,你得二一句啊 什么词 前去旁旁地儿咯 你没事,我去旁地儿去 你是儿子呀 老提醒我这个身份 那剧酒里面你画的妆穿着衣服 快儿得以了 明白了吗 懂了 OK 今天没有事留 前去旁旁地儿咯 来 在那底头上 啊 啊 前去旁旁地儿咯 你听清楚我翻译里说什么咯 前去旁旁地儿咯 咱家有多少地盘啊 那么歇口呢 那么歇口呢 还是那么歇口呢 你得撕一句了 撕一句什么词 你是不是看见这棵树了 看见了树没有印了 你看见了 谁不看见了,我知道了 你别这样 这会儿还有几句白呢 放下了树 一树,二树,两树,三树 放在地头 左下了树 哦,不用树 明白了吗 怎么还有一个 嗯 闪一板落在眼上吗 有板有眼的 这都是相声技巧 要不然还有板眼的 这不怎么让咱们去呢 明白了 明白了,懂了 那咱们开始了 打头来啊 打头来 今天没有四流 前去旁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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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觉得很不乐意的心情 怎么还得有一个旁白呀 哈哈哈哈 我还没明白 巧下了树一树 再继续呗 放下了树 一树,二树,两树,三树 要跑到地头 出下了树 嗯,不用树 嗯 我说 我说 我说,哪里儿子 哪里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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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万 哪里儿子 先买 哈哈哈哈 我叫你呢 叫什么呢 哪里儿子 哦 哎 哎 什么就挨呀 I'm here 你在这干嘛呀 你得答应啊 不能挨 我答应我挨 答应不能挨 那也有老子欠儿子不欠的吗 让人家一看 没投入进去 这不像亲生的 哈哈 那根儿也不是亲生的 哈哈哈哈 那伴上剧情不是亲生的吗 哈哈 我怎么答应 我说,哪里儿子 你得哇 哎呀 怎么高兴 还得一拍素顾 横打鼻链啊 打鼓子 你的儿子 那他娘是嘻嘻嘻嘻嘻嘻的儿子呢 明白了吗 得认可这件事 老老年间认可明白了 承认我这身份 来一遍 那你们哦 我怎么知道 哈哈哈哈 那一点喔 那今天 д resolven 一愚pping 日梦 一愚链 二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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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 有rés 乊链 我用车 哪儿的 哇 不是你的儿子 是黑黑的儿子你 笑我呀 你爹呀 我都愧愧 我都愧愧笑我 我愧愧愧 我愧愧愧 小娃小娃 你叫你爹做梦呀 我谢你 知道吗 为什么打我 废话 就跟你那树怎么没有印 咱不这么得钱吗 对啊 树怎么没有印 你不知道吗 我知道啊 这么说呀 你问了吗 小娃小娃 你叫你爹做梦呀 我打死你 我哪知道 你要问我什么呀 那LED屏幕都打着 观众都看明白了 那孩子发现这棵树了 问他的爸爸 你没问就要打我 我是你爸 我是你爹 我说你老豆 行行行行 我都想说我去买几个橘子了 你怎么那么讨厌呢 我明白明白 就是剧情里面还没问呢 对啊 你这没问就打我 我这告诉你不得打死我呀 行明白 七十灭族你就这样 你一定问我 懂了 懂了问 那树怎么摸有印 这不就往后进行了吗 行行 好好好懂了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就告诉你这个知识 行吧别的都废话了 开始不好吗 那咱们打头来好不好 怎么说打头来 天天没有四流 前去旁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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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 梁旁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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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 我直接 你上眼ええ 哎他这是什么 占的田野少也唇死的 哈哈哈 欸你小啊 嗯 你也叫你爹膏ити 的啊 弓那 bent for label 什么的 反正的那可说啊 哪可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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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看你看它的边看沃 哪可 Ro 哦你说那可说啊 对啊 你看他娘 Englut 什么你 那不是 店侠干的吗 店侠干的 让它umba 不要唱了 哈哈哈哈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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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啊 不长时间过来 太多了 哈哈哈哈 但是没事 喊一喊还是比较好 好 因为怎么呢 我觉得其实每个人呀 其实每个人 其实都有这个 烦心事 跟一面 啊 对吧 我们这个世界上 我觉得没有什么 呃 就是 男的不应该哭 嗯 啊 所以没有证 你真哪 该喊都喊 该脑都好 他是不是 男子咱们也得 把自己的这个 尤其老爷们 你看我们是挺有学性的 女的老爷们 嗯 嗯 其实吧 哈哈哈哈 挺有学性的 该喊就得喊出来 对不对 大胆地表达自己 在这方面挑白礼服 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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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刚开始学校的时候都行 哎 刚开始学校的时候 你看我呢 我的启蒙老师啊 嗯 我就不提了 因为没什么名气啊 哈哈哈哈 哈哈 翟老师你都听见了吧 哈哈哈 发给翟老师啊 对 你看他的老师 对 我说跟你的老师比起来 我的老师没有你老大 你老大也不能这本书 有名 兽也 我的人师呢 还是得说我的老师啊 就不提了 先说 哈哈哈 我老师宅过奖老师 对 宅个头啊 哈哈哈 老宅头 嗯 都这么讲 对 他的老师这一提大了 都 孙悦孙的老师 哎对 就是那个大象 嗯 哈哈哈哈 就是 杨大雅大 杨大象 还在发现 给你大象 梦头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大象想吃的 大象饿了 哈哈哈 然后想老宝还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海鲜 哈哈 海鲜 对吧 能吃大象吗 我可不是找一笔 一笔 他跟孙悦老师学 嗯 刚开始的时候 刚开始一学习的时候 我们这个进门的时候 先学什么呢 嗯 宝太平 啊 就是灌口制基本功 啊 为什么要学宝太平 为什么 因为现在对我来说 我认为 亚洲的基本功很重要 哦 首先来说叫气口 啊对 就是告诉我们呀 语言的轻度轻辑 就是要有节奏 对 有人说了啊 你看人家这个爆菜名 背的多好啊 那玩意这是什么的基础呢 对 他要告诉你这个气口在哪 比如蒸羊糕 嗯 蒸穷掌 你看这都是断句 对 你说话就是这样 您看啊 我今天给您说这么一段像 嗯 你看这技巧都是这么回的 所以说不是说 背一个爆菜名 就说下来 那跟得没关系 嗯 你得从中 戏取经验 啊对 对吧 小白那往开始一背这个 啊 就不行 人家都背下来了啊 给给你三天时间 第二天 尊老师偷查 嗯 尊老师一来 哈哈哈哈 来了 好 啊 你们先背 我先吃吃点下巴巴 哈哈哈哈 他先吃 哎呦 你背一个 那小孩站起来的 蒸羊糕 郑兄长 中路眼 赵花亚 少 淑姬少子 哎 再背 哎 对吧 你再背一个 好 郑羊糕 不 哈哈哈哈 你滚出去 死去去死去 怎么了这是 你再背一个 啊 公毛鸡丁 闻闻闻闻闻 哈哈哈哈 赶紧了张伯 把你背一个 我 背 包探屏 啊 张伯伯站在这 嗯 我说什么事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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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白手什么意思啊 嗯 内心活动就是 不会 没背下来 不好意思 张伯 哎 正庞老师就急了 是不是小白 那是 但是当时他就说 孙老师也没急 孙老师就好 人不但没急 反正鼓励小白 好 孙子 哈哈哈哈 相信相信什么 张伯伯有听说啊 啊 没事 嗯 知道了吗 嗯 这个背一个下来 女官姐用功就行了 努力的就可以 再说了 老爷们 嗯 得敢于表达 哦 对吧 嗯 心里怎么想呢 就怎么说出来 会不会是这这回事 咋说话 白手这怎么回事呢 对 来 说出你内心的想法 嗯 说出来吧 嗯 再一看张伯伯 可以整个人气色都不一样 啊 受的鼓励了 状态也不一样了 那是 那我说了啊 我直说了 孙老师不管你 龙老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 哈 本场演出到此结束 感谢您